歡迎收看台灣上前行 台灣向前驚 我是孟琪 決戰2020倒數37天 距離投票日越來越接近了 大家也越來越擔心 會不會受到中共的影響 現在有一個台灣媒體叫做大失戀 這個內容平台破天荒 居然得到中國同意可以落地在北京 這當中有沒有什麼玄機呢 為什麼連戰要去站台 又為什麼做媒體的要來邀請 我們這邊退休的國安高層來當顧問 這到底跟紅色滲透有沒有關係呢 另外韓國瑜最近打選戰 怎麼行程越來越少還越來越晚 今天的公開行程要一直到下午5點半才開始 那他整個早上到底都在忙什麼呢 另外這個韓正寅不相信民調 謝龍介是大膽預測喔 韓國瑜一定會逆轉勝大贏蔡總統90萬票 好龍介先說如果沒有的話 他要在台北台南還有高雄這三個地方各發900片的雞排喔 好龍介先呢這樣子大膽的來下了雞排的賭注 那蔡建英這邊呢則是鎖定這個手頭族要搶攻青年票 拋出了四大利多強調呢 要減輕學貸負擔還要擴大租金的補貼 我們待會兒一起來了解 首先我們先來介紹今天的特別來賓 第一位是民進黨台北市議員王世堅 孟琦好大家午安 好第二位歡迎的是民進黨台中市議員周永鴻 孟琦好大家平安 好左手邊是國民黨高雄市議員黃紹婷 主持人好大家午安 好接下來歡迎的是民進黨台北市議員簡書培 孟琦各位朋友大家好午安 好最後一位我們要歡迎的是資深媒體人鄭沛芬 大家好 好大家晚安喔 我們要趕快先來看的是 號稱第一家獲得中國同意落地的台灣媒體大失戀 昨天大陣仗的來舉行一場記者會 好不過現在外界都在懷疑喔 大失戀的背後到底有沒有紅色力量在撐腰呢 來詳細的內容一起來看我們的報導 號稱第一家獲得中國政府同意落地北京的台灣媒體大失戀 舉行國際記者會國民黨主席連戰 中資中氣聯控股集團董事長馬鈞都是致詞嘉賓 中國大陸的缺取我深信這個世界的未來必將是華人領導的一個世界 中國大陸呢現在正在積極地推動一帶一路 實際上呢我個人認為呢更應該是文化前行 然而民進黨政府會有計劃地進行去中國化 政治從課當中抽離中華文化的精神 我們認為萬萬不可 大失戀總裁莊立平借機大罵蔡政府去中國化 高唱復興中華文化 莊立平本業經營兩岸生技銷售 曾發表支持九二共識一中各表專文 還曾隨連戰附中參與聯席會 這回成立媒體卻找來前國安局長楊國強 前國安局副局長郭崇信 還有前軍情局長張堪平當顧問 外界難免納悶 為何不找新聞人媒體人 而是要找國安情報專家 如果以這三位國安高層的他們的特長 還邀請備受媚公爭議的國民黨不分區吳思懷到場 但也許怕越抹越紅吳思懷臨時不來 仔細看看大失戀網頁上頭發表的選舉新聞 都是韓國瑜建議韓國瑜痛批張善政力推 提供大失戀資金的華斯達克金融控股集團 更被綠營憂心是境外勢力中資介入 如果有人認為他是中資 當我知道以後我就停止10億美金在台灣的投資 有這麼大的國公陣仗跟超高資金 留給外界想像空間 好確實想像空間很大 我們先來請教一下世間議員 怎麼看這個大失戀 這是第一個台灣媒體落地北京 他是怎麼取得這個同意權的 所以很清楚你看他包括他們幾位執行長當場講的發刊詞 還有他上面現在已經有的言論來講 我覺得他就是以新興媒體之名 行宣揚統戰之實 那講更直接不客氣一點就是掛羊頭賣狗肉 因為如果能夠獲得中共落地同意 可以在那邊註點的 其實我們台灣更多更有資格 就是在媒體界 素有輕欲 那平時報導的 包括新聞很平時報導 很客觀中立 那評論也很博得我們國人 或者華人世界信任這樣的媒體 中共從來也不會同意讓他們去那邊落地註點 但是偏偏這家大失戀 他才剛起步 過去沒有任何做過媒體的實質的經驗 或者成績可以讓消費者 或者讓中共政府他們去檢視的 結果一下子就能獲得同意 所以說實在話我認為表面上那幾位所謂出資人 這很清楚的 他們大概是人頭 其實背後這個就是中共的資金 中共的國家資本 那如果是以國家資本去經營媒體 不管這一個媒體是什麼樣的名稱 說他要走什麼樣的新興的走網路的路線 其實都只是幌子 都只是騙人的 那尤其我們現在我們越聽消費大眾 其實明治已開嘛 那所以這樣子的作為 如果他是背後是要統戰的目的的話 那我相信不會讓不只我們台灣社會 我想多數華人社會裡面 大家會很有智慧的判別 他等於中共的傳聲筒的時候 那很抱歉這一個媒體應該很快的雷聲大 雨點小 因為可以提供詳實的新聞 更具細迷移的報導 客觀公正的媒體 比他強比他好的太多了 這會在一個市場的機制之下 不管這一個所謂的大失戀 背後資金再如何雄厚 因為你遇藏了你這個目的 你會被越聽大眾看破手腳的時候 大概雷聲大雨點小 大概等著收攤吧 好 剛才事件人點出了 這個大失戀會不會就是中國的傳聲筒呢 這個部分我們要繼續來請教永鴻的時候 因為剛才我們新聞報導 是昨天大失戀的記者會 那我們來看到我們後面這張圖卡 這是被翻出今年4月 大失戀在舉行上線典禮的時候 我們看到誰來幫忙站台 連戰 連勝文 這對父子來幫忙站台 國民黨的立委曾明宗也都出席站台 所以這看起來這關係不錯吧 議員 對 其實這個大失戀 他其實基本上就是中國一系列統戰的方式之一 只是今天他透過這個龍華區塊傳媒公司 然後在台灣做了一個這個大失戀 他的目的其實有好幾個 應該說先我來講他的運作方式 他其實比較像是什麼 他希望類似像TED之類的 他把他的影音放上去 然後再透過區塊鏈 以及虛擬貨幣的一些獎勵 吸引大家來看 但是我看了上面的東西 他大部分 丁陶說有說 尤其是新聞 大概都是講韓國瑜什麼 基本上他就是一個 親紅的 親中的 親韓國瑜的媒體 好啦關鍵來了 就他後面那個背後的機制是什麼 這讓我們剛剛想到 剛剛他們有一個人在講說 他就提到什麼中國的復興 一帶一路 這些謊言 事實上這幾年中國有系統的 不管是國家政院級的 所謂政院級就是說他們的政部會 最大的政事的部會 還是透過民間的方式 透過很多方式去海外投資 包括到台灣 然後這些投資再轉身一變 看起來跟我們 他跟中國無關的 但是背後資金都是中國 所以你看他那個大失戀 跟那個什麼很像的 事實上中國現在在全球各地 設立著孔子學院 他是講說要教傳書 華人文化教中文 但其實他的目的 不是真的在教你中文 他其實就是一個 在世界各國的統戰 甚至是有可能是利用這個方式 來吸收間諜的方式的機構 那大失戀是不是也是 這樣一個狀況呢 我看他 他請了幾個人 包括了這個 這個郭崇信 包括張堪平 包括過去這個 拉法業案裡面的郭立衡 都是他的講者 筆者 或者在這個 可能叫策展人 那這有什麼 第一個 這些人既不是媒體人 也不是專業的政治評論家 更不是其他的專家 他不是說 你如果是個生物學者 生物學家 是個一屆的專才 我們請你來 不是 他們都是什麼 他們都是長期涉足國安 涉足軍購的人 那這些人真的給他們 搞費給他們參與這些 是真的要讓他們來講什麼呢 我覺得倒未必 我們要這樣想喔 今天喔 包括 不只是這個大失戀 包括什麼 包括很多 在大陸的媒體 他們長期邀我們很多台灣的 名嘴或過去的政治人物 包括邱毅都在 包括吳思淮都上過他們的節目 他用這樣的方式是什麼呢 怎麼籠絡人心 怎麼收買你 我邀請你來 我給你稿費 我給你出席費很正常啊 所以有多少的台灣的退降 有多少台灣的政治人物 像邱毅這種 像吳思淮這種 都是透過上媒體的方式 他把這個錢給你啊 坦白講 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 所以大失戀有幾個可怕的地方 第一個 他上面的言論 他的言論其實都在散佈一個 就是有利於統戰思想的言論 第二個這好像是他的一個收買的情報網 就是我給你這個政治人物 我給你這個國安的退降 退休人員 我透過這樣的方式來給你 不管是出席費 演講費 稿費 甚至聘請你做顧問 用這樣的方式 你就算是查到了 他說沒有啊 我這個是一般的 一般的這個正常的生意行為啊 他們邀請我 他聘我做顧問 所以這是台灣很大的國安漏洞 也就是說 透過這樣子看似經濟行為的 方式 但是他卻是把錢拿來這樣子 做統戰的工作 其實這很危險 所以我要特別講 在這個時機點 大家記不記得 才在一兩週前 我們有一個 澳洲有一個間諜案 叫王立強 好 澳洲這個案子出來之後 大家都在關心澳邊 因為有一個叫做五眼聯盟 就是包括美國 澳洲 加拿大 英國等等 有一個五個國家 情報網組織起來 叫五眼聯盟 Find eyes 五眼聯盟就是會互通情報的訊息 當初做這個王立強之後 其實有鋪陳的 他媒體出來之後 然後一個一個 這個國際情報單位新聞都出來 然後同樣的 台灣就抓到了誰 在王立強的專訪裡面提到的 向心跟拱青 向心跟拱青 我們也查到了 也證實了 他們確實在台灣從事經濟活動 他們講當然是經濟活動 他們公司要進來 要來買土地 要幹嘛幹嘛 以後要投資什麼 好 也查出來懷疑向心跟中國的建國元老 葉劍英他們是有親戚關係的 最重要是什麼 在這個時間點下 美國出手了 尤其還通過了這個制裁香港的人權法案 在這個時間下 為什麼他們選這個時間點 大啦啦來做這個 還做一個動作 就是我讓你落地北京 他這個動作就是說 你看 你說你抓到我的公爹對不對 你抓到我的公爹沒關係 我現在又大啦啦做給你看 他是在給美國在給這個五眼聯盟下馬 外來就說 你抓到一個 你台灣抓到一個 相信這樣而已 我告訴你我沒在怕 他這個真的是下馬 我就是大啦啦 讓你知道說 我還有很多方法跟手段 現在你們所有的 包括國安人員 包括以前的立委 包括以前的退將 我都會用這個方式 我來收買他 我用這個方式 坦白講 這在哪裡 我們都知道 他就大啦啦的就去了 他說我是顧問啊 我是正常的行為啊 啊包括 他們去大陸 上大陸的節目 事實上啊 我們這邊的退將 還有我們的這個立委啊 像邱雲他們 他們上的那個中國的節目啊 很多其實不是在大陸錄的 就在台北路的啊 這個圈內人 大家都知道啊 我是拍攝說在哪裡 就在台北路的啊 也就是說 他們大陸就是用這樣子的方式 在做統戰 然後給這些所謂的 統派的名嘴 給這些所謂的退 不是所謂的 給這些退役將領 每個月還拿我們人民納稅錢 來做他退休金 十幾萬的這些退將 比如說吳思懷 然後給像邱毅這樣子的 大啦啦擺明了要參加 中國共產黨 支持兩岸統一 包括文統 武統的 就是用這樣的方式 給他們錢 讓他們上節目 甚至連去大陸都不用去啊 人就在台北錄影啊 那大陸 大失戀這個 只是更明目張膽的 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感覺 坦白講 這個國安單位 必須的很慎重 因為這事情 不是台灣自己 國安單位在看啊 五眼聯盟都在看啊 你現在就是 他故意 挑這個時間點 就是他挑在說 你弄了一個 抓到我一個共諜 抓到我一個間諜 你以為很厲害 我現在告訴你 我統戰手段很多啊 我不怕你這些什麼 五眼聯盟 他現在告訴你 這大拉拉 這種就是 你看我穿筆 你比較多啦 意思就是這樣啦 所以我們要很謹慎 台灣人要很謹慎耶 不要被這樣子的媒體 跟這個 他會用一些什麼 比特幣虛擬貨幣 做這些 講勵說 我每次會做一些 做幾趴的這個 不要被這個騙了 這確實就是一個 很明目張膽的統戰行為 我覺得我們的國安單位 應該要非常慎重 當然他會說 我所有錢進來 我或者要出去 我然後要經過投審會啊 但是我剛剛講的啊 很多不用經過投審會的方式啊 他下廣告 不用真的說幫韓國瑜 他不用韓國瑜自己去下吧 每間公司都可以幫韓國瑜下廣告 他不用下廣告說 我是要做韓國瑜的啊 我就下了廣告 但我要求你的新聞業配 就是要做韓國瑜 你就做了啊 就是那種間接的方式 對啊 間接方式太多了 不是抓不到 而是我們的國安單位 有沒有積極謹慎 而且有警覺 這件事情非常的嚴重 好勇宏議員點到這個嚴重性了 我們要來請教這個少廷議員 其實剛才永宏意思就是說 中國現在滲透台灣的方式 越來越囂張了 如果像永宏這樣講的話 那我們 我們有國法嘛 我們有法律嘛 就抓啊 如果要真的是涉及在這邊做統戰 危及國家安全 我們就依法行政嘛 就把他抓起來嘛 不用每次都一直講 狼來了 狼來了 那就抓狼啊 我想我先開始 其實今天早上大 他這個大四鏈他們有一個公佈一個聲明稿 他講說 當然大四鏈是在大陸的一個APP的名字 我們在台灣其實他是叫做 這個剛才永宏有講 他是叫做一個龍聯 龍聯區塊鏈 科技股份公司 他其實就是做一個區塊鏈的一個概念嘛 他也不是登記為媒體 他在其實北京落地 不是媒體的一個落地 剛剛事先講說 能夠取得落地很困難沒有錯 其實現在在中午台六 他只有黨營的 或國營的媒體才可以落地 台灣的確也都沒有 其實知道台灣有一些媒體 也在那邊有這個據點啦 但是不是落地 現在這個公司去也不是媒體 他是一個網路社群公司 那其實剛才永宏講得很清楚 他裡面是有區塊鏈的概念 做一些平台 像旅遊文化這樣方面的一個交流的活動 一樣的 其實他在我們台灣註冊嘛 他在台六設定 如果他真的做統戰的行為 他真的危及國家安全 我們現在國安局就去調查 就把他抓起來就好啊 那他如果真的會去影響 甚至影響這次的大選 他在上面有播很多韓國瑜 那做什麼任何私底下的活動 那真的就去把他依法行政 就把他抓起來 我們絕對有這個法 但是我覺得 我們目前就是 所以才要訂反滲透法 才要去制定這個境外代理人這個法案 問題是國民黨的黨團在立法院阻擋 不用反滲透法就可以抓了啦 我跟你講有了 為什麼不能抓 你危及國家安全 難道我們都沒有類似的法嗎 我解釋給你聽 你如果在這邊你設置 已經危及國家安全 你把他講出來啊 我解釋給你 為什麼 譬如說你跟王力強 我解釋給你 為什麼 因為時代不一樣 比方說媒體 我們在講這個媒體的界定 現在的媒體不是我們過去認知的媒體 對不對 現在媒體社群是不是一個媒體 社群已然是一個媒體的嘛 Facebook是不是大家每天在看的媒體 他已然是一個媒體嘛 所以他叫Social Media 什麼叫Social Media 中文講的叫做社群媒介嘛 所以現在的媒體跟過去的媒體不一樣 你現在講的說這個法案 法規 你說的是過去傳統的 比如說那些報紙啦 電視這個媒體 問題現在媒體狀況不同 所以代理人的制度 法案的需要是因為 因應這個已經不同了 他現在都透過這些方式 所以他就規避了現在既有的法律 所以我們才需要一個新的反滲透法 然後新的境外代理人的法案 來處理這些新的狀況嘛 所以拜託 國民黨就是要在立法院裡面 這樣支持我們這個反滲透法 你知道你這樣講嗎 我們現在 你這個 你這個 你又說要有法律來支持 來制裁 但是我們就明明知道說 目前的 尤其區塊鏈的狀況 就是去中心化 你如果沒有新的法案 你怎麼處理呢 所以你不能一聲講說 你們 這也是韓國瑜在常講的 他最愛講的 韓國瑜的陣營最喜歡講的說 這如果不合法你就告我起訴我 問題這不是合不合法的問題啊 像他的殺死場是因為過了起訴期 他還說我如果不合法你告我 你都起訴期過我怎麼告你 重點是這個事情不合理 然後法律的邊緣 灰色地帶 他都在操作這個空間嘛 代理人就是灰色 就是我剛剛講的 你怎麼說呢 我們知道邱毅 我們知道吳思維去上了他們的節目 拿了他們的出席費 有沒有 你說他這個如果不合法把他抓起來 這當然沒有不合法 他說我就是正常的行為啊 商業行為我去出席 問題是你是去出席統派 你是出席中國媒體 然後你是去講說要武統台灣的話 那這個就是你在做人家的代理人嘛 所以我們才需要代理人的法案來處理他們嘛 孟琦我簡單回應就好了 如果說沒有反滲透法 現在就沒有辦法估計國家 台灣的國家安全的話 那台灣現在等於是開門嘛 所以你現在我覺得我們現行的台灣的法令 怎麼沒有辦法去規範說 哪一個是危及國家安全 哪一個是屬於在做紅統的事情呢 我覺得這跟反滲透法有什麼關係 我覺得你辦就不辦嘛 昨天有一個羅文山中教 我簡單講完好 我會講完啦 我們讓邵廷簡單講完一下 那比如說我們有NCC 如果這個媒體真的是紅媒 是同媒 你NCC就可以把他處罰 甚至可以把他撤照啊 為什麼一定跟反滲透法要掛在一起 當然是 台灣現在是國安大人大拍嗎 昨天這個羅文山中將這個案子 結果他判刑兩年半 那社會都覺得不服 原因是為什麼 你身為軍人 將官中成第一啊 結果你做這樣的行為 照說最佳一等 那反滲透法就是這樣 如果羅文山中將的行為 那只依這個憲軍法這樣辦 頂多就是那兩年半 但是反滲透法透過以後 可以判七年半 為什麼 因為他收受敵對勢力的資金 境外敵對勢力的資金 介入選舉五年 然後介入的選舉又是總統大選 他是在馬英九選的那一年 加重二分之一 所以這就七年半 要以重刑 速審速決的重刑 才有辦法嚇阻這樣的行徑 來 議員講到這個退障問題 我們要請教蘇培議員事 其實剛才聽到少廷議員 他也講到一個重點 他說大家不要以為大失戀是新聞平台 他內容裡面很廣 他也包括旅遊 還有其他文化各個方面 那大家都覺得很奇怪 你既然範圍這麼廣 那怎麼會跟我們的退休 國安高層有問題 你為什麼不找一些媒體人 要找國安高層來當顧問 沒有錯啊 因為他現在所有收集的 這個邀請的人 全部都是我們主要的一個退降 包含我們國安局的前局長 楊國強 包含前副局長 我們郭崇信 還有包含我們軍群 軍群局的前局長張堪平 就讓人家覺得很奇怪 就是說如果你真的是一個 新興的媒體 你要做所謂的華人世界的 這些新聞的話 那你應該要廣邀所有的人才 而且應該要包含 所有華人世界的所有精英人才 都被邀請 為什麼你只有要求 邀請了台灣主要的這些 有關我們國家安全的 這些會議 這很難不讓人做聯想 所以人家就會覺得說 你這個一定有統戰的目的 那再來剛才講的 其實 這個大失戀會讓人家懷疑的原因 就是其實他就是一個官媒 對中國來講他就是一個官媒 而且他是新興媒體的官媒 過去在中國他其實有什麼 所謂他們的央視啊什麼的 那這個大失戀進去 他就是新興媒體的官媒 所以今天就有 這個我們第三勢力就有在講啊 他其實就是一個高級的 這個內容農場 主要就是在幫這個中國做一些 他們想要統戰台灣的一些新聞 那想要統戰台灣呢 絕對不是只有在軍情的部分嘛 去年選舉的時候 他們透過很多農產的新聞 在統戰台灣嘛 用英國賣無料 生產過多的鳳梨 來影響台灣農產品的價錢 有沒有 製造假新聞嘛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中國就是一個獨裁國家 在獨裁國家你可以去設立有關這種 製造媒體製造訊息 能夠影響社會的 如果沒有國家的認同 你別想了 你一下就被抓起來了 他們連那個法輪功 只是比較多人而已 就已經被他們禁止到一直追殺了 更何況是這種會有 對於社會有影響的這種大型的新興媒體 如果沒有國家的認同 不可能去世了 那不可能國家 那我們為什麼這個大失戀 我們這個莊利平要去設 他到底他的用意是什麼 要講清楚啊 你跟中國是同樣的立場嗎 你都是一國兩制嗎 如果是那你就把它講清楚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需要反身透訪 如果你跟我們的敵對國家 中國站在同一立場 沒有人說不行啦 你可以當中國人去主張一國兩制 但我們當台灣人 我們就是不認同 所以莊利平如果你要去 包含國民黨很多朋友想要去 也都沒有關係你們就大傷 你們就說我就是主張一國兩制 你們就過去 但台灣不能不防 台灣不能不防 包含剛剛 這個我們永鴻議員有講到的 其實包含五眼聯盟 這種跟中國沒有敵對國家 中國沒有武力要侵犯他們的國家 他們都有在國安法以外的反滲透法 都有所謂的這個代理人法 那我們是中國要打我們的一個國家 難道我們除了國安無法之外 不能有反滲透法嗎 當然需要啊 那中國國民黨的朋友 你們到底支不支持 如果現在的國安無法 是沒有辦法去制止 王立場所說的這個狀況 我們到底需不需要一個反滲透法 來針對有一些中國代理人 用中國的 用中國的話 用中國的概念 用中國的想法來買台灣 來傷害台灣的 這我們到底要不要做 還是你們只是講說 反正就國安無法嘛 國安無法有這麼多漏洞 我都不看到啊 因為我們國民黨就是幫忙中共 用這些漏洞來影響台灣的 你們都這樣說 如果是這樣子 不然你們就應該 跟我們站在台灣同樣的立場 你們都不希望台灣成為中共 無攻擊的一個對象的話 中國現在透過我們這麼多的法律漏洞 在侵害台灣 你們到底你們的立場是什麼 中國一直講 這也是之前講的啦 打台灣不如買台灣 所以連戰之前一直被人家講說 他就是買辦的代理人嘛 那他們現在發現 買台灣的成本也很貴 所以不如騙台灣 所以騙台灣 現在他們做得更精進了 過去他們是自己做 這個內容農場 現在他們把台灣人 找去中國做內容農場 而且還收集了我們很多的退將 在那邊幫他們製作 這當然是我們要防的啊 這當然是我們要防的 所以我覺得大失戀這一個媒體過去 其實就是他們在騙台灣 在買台灣的一個集合體 所以我認為這一次的事情 包含這些退將是不是會加入這個 如果真的加入這個團體 就是說我們的相關現在的法規 其實應該要趕快緊緊 所以這個反滲透法的部分 我是真的認為國民黨不要再擋了啦 好 有關這個大失戀的爭議 我們先休息一下進一段廣告 下段節目回來 我們再繼續來討論 好 回到節目現場 大失戀昨天這樣大陣仗舉辦記者會 到底為什麼連戰要去幫忙站台 又上台致死呢 到底他們之間有什麼關聯 這真的要好好請教佩芬姐了 其實我想連戰會去站台 因為連戰的代表性大家都知道 他在台灣的影響力大家也知道 他在兩岸關係的影響力大家都知道 那最近很多人說就是 連戰事實上他在兩岸 2004年開始 他兩岸來往非常頻繁 然後他在兩岸之間也賺了很多錢 那跟著他走的比如說 林峰鎮 曲立德之類 都在那邊做得蠻不錯 也賺了很多錢 但是錢賺多了 對他來說已經沒有意義 他的影響力可能會 他會去站台 就是影響力可能騙擊這個媒體 那是過去連戰沒有的 所以我想他會去站台 應該有原因 包括他的兒子連勝文 但是我比較擔心就是說 連勝文如果常常去活躍的話 未來在台灣政壇的發展 就會非常受限 就不會被台灣大多數的選民支持 那另外就是說 大家講那個媒體 其實他除了找這些國安高層之外 他確實找了媒體人 比如說中央社前董事長陳國祥 還有黃慶隆 最近因為旺旺的發言 然後離開的 那他們都是媒體人 不過聽說陳國祥有離開 但是事實上我不知道 還沒有求證 那陳國祥的太太 曾經做過我的助教 劉宥麗 是馬英九時代NCC的發言人 所以他的影響力是在的 所以他的面顧得非常廣 還有包括像吳京國 奧運的以前的代表之類的 那事實上他這個影響面很廣 因為他們資金雄厚 據說有一百億美金的資金 所以一百億美金 真的可以買很多東西 那另外就是大家剛剛講到媒體 那永鴻剛剛說 那個媒體是在台灣 沒錯 對中國大陸來說 沒有媒體是私人的 全部是官方的 比如說像北京的那個CNN的中央社 中央電台就是中共中央的 那我們的藝人常常去什麼 什麼浙江衛視什麼什麼衛視 那就是浙江省政府的媒體 那也是官方的 那剛剛永鴻講到 就是說在台灣路的 比如說像東南衛視 澳雅衛視那些福建衛視 都是官方的 就是福建省的 還有各種省份的 所以他們沒有私人企業 在那個地方這種東西 那這些人去上那個媒體的好處就是 第一個他很方便 就在台灣路 第二個就是他的稿費 真的是很雄厚 很寬裕 就是說他有時候約了你 他當然也針對一些題目 所以你在那邊上節目 你就要用他們的語言 比如說像台灣的領導人 什麼什麼之類的 你不能像我們這樣講 我們的總統什麼什麼之類 這樣的話會被他打槍 然後要不然就會被他當當當這樣子 所以他會邀的人就是比較可以跟他們溝通的人 是比較多 就立場比較親近的 對 比較能夠溝通 願意配合的 比較溝通 那我記得我有去上過 因為那時候顧政府先生家的事 所以他們有邀我 那你常常講的東西就是我們的總統怎樣 我們這什麼中央這麼怎麼樣 那他們就會說請你不要講那個 然後講到習近平我印象最深刻一次 就是說習近平的太太我們都叫他第一夫人 然後那個製作人就跟我說 上面已經交代不准叫他第一夫人 因為中共沒有第一夫人 某某同志這樣子 所以我就印象很深刻 因為我們都這樣 比如說像曾文慧就是第一夫人 對不對 然後誰誰誰就是第一夫人 他們就說上面已經交代不准這樣叫 所以你要適合配合他的東西 但是就是說搞費多有沒有影響 當然有你知道我如果上這個電視台拿六千 他如果給你一萬二你會不會上 當然會上 那可能那些特別的例子可能更多 那我就不知道 因為聽說像邱毅聽說賺了很多 好像收入非常的可觀 那所以我想包括他說他你上那個台 可以用那個東西可以轉換成什麼淘寶 什麼什麼之類的 那真的很好用 而且他的面之廣 就是說他那個面之廣的影響 比如說我們現在做很多節目也有對岸的節目 可是那個還是有限 但是透過這樣一個平台他大量的放的話 比如說他講的飲食文化衣著什麼什麼之類的話 那個影響力是慢慢慢慢文化滲透 那個可觀性是很大的 所以我覺得能夠在那邊落地一定有它的原因 就是說對它來說那個功能性一定很強 否則它不會讓你落地 因為我剛剛講中國的媒體是官媒 完全由政府控制 它會讓你去落地 一定有它覺得說可以利用的價值 否則的話不會那麼容忍 而這些但是我比較好奇就是這些軍方的特勤人員會跑到那邊去 那我記得我們那個時候回國念書回國的時候 你只要講到我第一次疑問就是問我們的那些蔣經國那些幹男的說 因為他們反共反的很厲害 那從國外回來傻傻的就問他說共產黨真的像你們講的那麼可怕嗎 只因為問了這樣一個問題你知道嗎 他們說你怎麼可以有那樣的想法 然後就叫一些大師們 給我好好上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上了好幾個禮拜要給我灌輸 共產黨是很可怕 而這些人當初都是反共急先鋒 但是為什麼現在會變成那種跑得比我們都快的急先鋒 我覺得這個才是我好奇的 那你當初做反共急先鋒是不是為了官位 那你現在要做這個急先鋒是不是為了利益 我覺得那個比較存疑 我比較好奇 你要問我說我這種好問的人我就會這樣 那佩芬姐有講到 其實中國那邊開出蠻豐厚的條件 就是當做信力嘛 其實這個大師鏈好像也有自己的一套遊戲規則 其實現在我明嘴說因為誘因很大 說台灣一篇評論大概是3000塊 但是大師鏈開出了10倍的價錢 但這個書培議員他們好像不是給錢 是給一種叫做大師幣 為什麼會來運用這個大師幣 他這個給大師幣的部分 好像是你去收看他做出來的這個節目之後 他會給你這個大師幣 那你每一個人去看完之後你就可以拿這大師幣去 去這個蝦皮去套跑去換商品 所以他會要藉著你去觀看 然後獲得這個相關的這個貨幣 然後去換商品 他是要買所有台灣民眾對他的內容的收看 但我要講就是說你知道台灣人很聰明 就是說我記得我之前在議會有做質詢 因為我們的性別平等工作法 性別平等教育法過了之後 我們要求所有的官員都要上性別課程 一年都要上兩個小時 我就有抓到有官員 他就叫他的助理把他播放出來 然後兩個小時到他就賺到那個兩個小時 但我問他說你有沒有 這個蕙琦今年你有沒有看過 他自己舉手說他沒有 所以我要講的是說台灣人很聰明 他雖然你可能點閱率到了 但你的內容不是他想要看的 也許他只是為了去賺幣去點閱你 但到底效果到了沒 我覺得中國不要把台灣人民當笨蛋 就是說如果你的內容跟我們的實際生活相去甚遠 我不相信你可以藉由這樣子的方式在洗腦 但我比較害怕的就是說 他真的不是只是想要洗我們腦而已 他是想要用訊息來讓我們很多的錯亂 就是像我剛剛講的 去年11月24號的選舉 我們收到很多中國內容農場來假換的訊息 比如說像之前一直有說什麼台灣 我們這個衛福部開始開放什麼愛滋 愛滋病患者可以兼血這件事情 我相信這個世間議員跟永宏議員 應該常常有民眾也會傳給你 大概三個月就會來一次 三個月來一次 已經澄清過了訊息 三個月就會重新來一次 這些訊息哪裡來 都是跟中國的內容農場有關 那現在的這個大師列他到中國去 他是不是就要配合中國的這些官媒 做一些事事而非真假部分 可能有七分真三分假的訊息來擾亂台灣 這才是我們真的要擔心的 而且我們變成我們的政府必須要花很多的時間 花很多的精神才能夠把這些錯誤的訊息 這個撥亂反正 那我覺得這絕對不是好的事情 那我剛剛講的撥亂反正 是中國國民黨的好朋友最喜歡用的字 四個字 因為他們很喜歡用撥亂反正 很多他們的候選人在他們的看板上面都會有 我覺得這就是真的要撥亂反正 這種事事而非從中國訊息農場來的假新聞 這樣子在影響台灣 然後我們目前的國安無法如果有很多的漏洞 沒有辦法去制止他們 我們來制定的反滲透法 來遏止這樣子的狀況難道不好嗎 我覺得國民黨真的要迷途指板 來壽亭議員簡單回應一下 我想所謂什麼這個訊息農場或內容農場 從去年選舉我們都參與去年九合一選舉到現在為止 民進黨也一直在講說 有很多大陸的一些假訊息進來影響選舉 其實說實在為了 這兩天我看到一個具體有被證實的反而是楊慧如 楊慧如他的網軍 然後有些散佈一些假訊息 弄一些風向 這還是被檢調所認證的 那當然我並不是說 我們不要去care中共對我們任何所有的統戰或任何 不是 而是我講過了 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我們有我們自己的法令 我們該怎麼辦就怎麼辦 那韓國瑜市長 那如果沒有法辦呢 法不夠來辦呢 韓國瑜他一直在選舉上他就一直講過 我現在不要講韓國瑜 一國兩制不是台灣人民的選項 我覺得不要一直再把一國兩制套到好像 中國國民黨是支持一國兩制 千萬不要有這樣的言論在出來 所以不要再扯到一國兩制 如果不夠支持中國來買台灣 這個區塊鏈的公司 這個區塊鏈的公司 制定反滲透法 這是一個自由市場 來讓這些人來買台灣 這個自由市場你願不願去靠他的文章 你要不要看他的文章 你要不要他的虛擬貨幣 你要換什麼東西 這完全是自由的行為 最後一句話我還是要再講 如果他涉及任何國安問題 拜託蔡英文政府 拜託行政院就去辦他 NCC都去辦他 好 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後回來我們要繼續來看 現在中國耍一些小手段 想要統戰台灣的野心 是越來越明顯 好 最近檢調也查到 居然有退役的軍官 擋不住誘惑 居然被收買了 好 更多內容我們休息之後 馬上回來 其實立主保留鄭成功中樞祭奠 工黨主席鄭昭明 代表宗清 槓上政院發言人Kulas 但他近年平凡往返兩岸 卻借著捍衛文化之名 行吸收軍官 發展共諜 一張又一張宴會照 背板主題全都是促進 和中國統一 而鄭昭明的兒子 忠孝退役的鄭志文 就站在一旁 台南地監署 今年7月貨報著手調查 發現早從2009年 一名理性中國情報人員 透過鄭昭明牽線 結識時任廉勤司令部 中校參謀了鄭志文 在日本參序時 理性男子向鄭志文表明 希望能了解單位執掌的業務 還有國軍對政府和反台獨態度 時候匯贈鄭志文辭花瓶 和美金1000元 隔年10月 雙方在新加坡二度碰面 慫恿鄭志文介紹現役同袍 更提出北平模式 希望解放軍來犯時 國軍能夠放棄抵抗 雙方簽下了兩岸互信協議書 鄭志文更再次收下名表等見面禮 退伍後 允諾引建軍中學弟 曾因縣訓中心分裂式凌亂 而被處分的中校陳勝玉 兩兆搭上線後 兩度在海外碰面 今年檢方登門搜查 在陳勝玉家中 發現名表大量美金和越南盾 一切證據確鑿 鄭志坦誠犯行 被依國安法起訴 分別求行三年和三年八個月 而陳勝玉 因為拿錢沒辦事 以證人身份結案 但這結果 也壯壯打了軍方保房 一記而光 那鄭志文本身是一個退役的中校 那我們今天要問的是 大家現在非常關心 所謂的吳思懷 希望退 希望下架吳思懷 那我們又請問 國民黨 還有多少吳思懷 一句吳思懷們 到底還有多少人 或許更反映了反滲透法 有其必要 來 我們首先來請教一下 永鴻議員 怎麼看現在中國 想要想盡各種辦法來吸收我們的這個退役軍官 那最可怕的是他們還散播什麼叫做北平模式 說希望這個解放軍如果來犯的時候國軍能夠直接放棄抵抗 我先來解釋什麼是北平模式 當初毛澤東解放軍要進北平之前 那個時候國民政府的守軍啊 剛好他的女兒 剛好他的女兒本身是共產黨員 所以他經常在勸他的父親說 你就投降了吧 所以他那是什麼狀況呢 我坦白講 當然我不太知道剛剛他講的那個李俊英講北平模式 他們所講北平模式我相信就是循這個模式 就是所以當初解放軍毛澤東他們從東北一路下來 因為接收了這個日本人留下來的重工業的武器 然後有蘇聯在後面協助他 他們是從東北一路下來進北平啊 當初當時叫北京啊 是非常容易的 因為他就是大開城門啊 那在更早之前 北平還有過大開城門一次是什麼時候 就是吳三桂的時候啊 所以我相信共產黨很希望循這個模式是什麼 就是從你內部來瓦解 就像當初他們解放軍進北平 進北京的模式一樣 是你國軍的將領 我把城門打開了 我投降 我歡迎你進來 所以才會有一個10月1號他的開國嘛 好同樣的現在 在台灣的模式是什麼 就是我剛剛一直提到 他們就是用這個統戰的方式 怎麼統戰 我就用金錢收買你嘛 那可惡的是收買到 其實坦白講他們收買的對象非常多啊 如果大家有印象啊 尤其前幾年在馬英九執政的時期 那個時候台北的餐廳啊 幾乎每個晚上 每一間餐廳 假設餐廳有10間包廂 我保證至少有3間包廂 外面掛的都是跟統戰單位有關的 就中國的 單位然後來跟我們這邊的 某些單位來交流 非常的多 那他不只是統戰這些 政府人員 統戰我們人民 統戰商人老百姓 現在統戰的手是升到這個 國軍系統裡 國安系統裡 而且他在升到裡面 他是什麼 他就給你錢嘛 講白了就是這樣 他給你錢 給錢的方式有很多 所以我一直講 那給錢不是說 他不會大啦啦 拿一個還叫你簽收 這個是中國共產黨 你還簽收 不會嘛 就好像我們剛剛在講說 我們很多節目是在 這個 比如說澳亞 比如說這個浙江衛視 他們很多節目是在台灣錄的 包括吳思淮 邱玉他們去 我不是說去上節目的人 都一定不好 我只是說 他這個方式是什麼 你想想看 澳亞衛視 浙江衛視 東風衛視 這些中國大陸的電視台 在台灣有公司嗎 沒有嘛 那他的錢是怎麼給他的人 所以他簽收 也不會是簽這個衛視的錢嘛 所以邱毅無所謂 他們去拿到豐厚的稿籌 那個錢是誰發來的 工作人員難道是澳亞衛視的嗎 是浙江衛視的嗎 不是嘛 但是他們拍的地方 攝影的地方 就是在台北嘛 所以我要講說 統戰的方式很多 為什麼說代理人就這樣 代理人就是 我就是透過中間人 不管是錢也好 不管人也好 包括言論也好 我就有一個中間人 來處理這個事情 所以現在中間人 一定處理要什麼 他都用文化 用宗教 包括軍事 為什麼 因為他們過去有一個 現在 一直以來都有一個叫做 兩岸黃埔的這個類似聯誼會 為什麼 因為共產黨也是從黃埔軍校出來 所以 很早他們就有一個 兩岸黃埔這個聯誼會 這聯誼會也變成是一個 統戰的工具啊 現在說 用文化 用教育 用宗教 甚至包括軍方的聯誼 然後每一個跟你個別接觸之後 把你吸收成功德 我給你錢 送你禮物 然後你再回去軍方 第一步都是什麼 吃吃喝喝啦 第二步什麼 就大家就出來見面嘛 聊天嘛 再來就開始送東西啊 比如說你要去哪裡玩 我陪你去 你要去香港 要去大陸 我陪你走一趟 去日本我陪你走一趟 給你旅費 然後最後就是大喇喇說好 你要不要效忠我們 那有一天解放軍來的時候 你是不是就直接 北平模式就是投降了嘛 我打開城門 歡迎你嘛 所以我說現在他們的統戰 都用錢來講 大家不要真的 台灣人不要妄想說 沒關係 這錢 他真的進來 我們以前 你把他拿多少 總之他都投回去啦 總之他有那些好康的事情 他現在 中國現在說 我 我要打正錢 我先用買的 你說 我怎麼可能讓你買到 就是有人會被他買到 被他買到之後 我們的 以前 我覺得很好笑 我覺得很悲哀 我們小時候都說匪諜就在你身邊 小時候 白色恐怖的時代 戒嚴時代 不是匪諜的 都被國民黨說 你是匪諜 把他抓進去關 現在 人家在做匪諜的 我感覺說 他是代理人 還不行 這是國民黨矛盾的地方 你要不要說明 你敢 不要把我們台灣人 避免 以前說要反共的 也是你 說誰是匪諜的 也是你 現在還要親共的 也是你 都一樣的人 尤其我說實話 我說那個 比如說吳思懷這種將領 我也做兵 我做預官的時候 一個月才多少錢 雖然我只做兩年的議會 我這兩年的薪水 比你們同樣同位階的軍官 少了四分之一 五分之一 因為你叫職業軍 好 你拿我們人民納稅權 然後這一輩子都是效忠要反共 然後有一天 以前還殺豬拔毛 有一天不反共了還去投共 這才可以這樣 所以他們現在 北京的這個想法 就是我套過才收買人心 事實上我們的宗廟 宗廟也很多 宗廟非常的多 都是兩岸 都用這個兩岸宗廟的交流 比如說媽祖有媽祖的 官公有官公的 玄天桑有玄天桑 都很多的宗廟的交流 然後還有我剛剛講那個 這個黃埔這個 我坦白講 你說老一代的軍官就算了 他們真正是在黃埔 可能以前 那都早就過世了嘛 你現在跟人家都黃埔什麼呢 我們現在 官校是在鳳山 不是在黃埔 所以我一說 為什麼 我一講台灣 因為一直沒有這個意識 一直允許這個統戰的氛圍 這個土壤啊 我們台灣過去國民黨 這個統治下這個土壤啊 其實就成為他統戰很豐富的 譬如說他現在我鳳山的陸軍的官校 還在唱這個黃埔 黃埔在哪 革命的黃埔 黃埔在哪裡 黃埔就不是在台灣啊 我們自己培養的這些 被人家容易統戰的這個土壤 我們自己要想辦法處理 所以我剛才說有很多法律要改 有很多制度要改 這個不叫去中國化 這個叫保衛台灣 那我們這個共諜 其實每天都有在活動 所以大家要非常小心 很多你說他不是要共諜 但是他就是代理人啊 他就是幫忙來處理這些事情 幫忙去休息啊 所以你到這一步 最後那個被抓到 說那個忠孝被抓到之前 他可能只是一個例子 問題之前鋪陳了多少 也許已經有超過一百個 一千個一萬個 只是有九百個 九千個是拒絕的 但是有一千個 一百個這一種 要幫人家開門 把台灣大門打開的 這塊沒有什麼 更糟糕的是 這種人在國民黨的不分區名單裡 吳思懷就是一個 如果不是因為過了一個法案說 退降去中國 退降在宣誓對中國效忠 會違反台灣利益的 要取消他的退休縫的話 你看吳思懷會不會道歉 他的事情是三年前 三年來都不道歉 立法院一過說 你們這些退降 如果這樣子向中國效忠 我就要扣你的退休縫 他就道歉了 所以法為什麼要修 因為過去法沒有定嘛 所以法要修 反滲透法 代言法 都要修 就是這樣子嘛 國民黨為什麼要改 因為他們就是要做代理人 就像高級外城的郭冠英 去陪秋衣去登記的時候 我是代表中國共產黨 來監督台灣民主 我說實在 這種話可以大啦啦的講 中國是要統戰我們大啦啦的講 就是我們無法可治他嘛 所以我們絕對要拜託國民黨 不要再動啦 真的不要再擋了 好好如果真的是為台灣好 為台灣的國家安全好 我們趕快來建立一個 能夠有效防衛台灣的這個制度 跟法案 好 剛才永鴻一直講 這個中國呢 現在就是想要用收買人心 不知道會不會影響到 我們明年2020的選舉 我們現在稍微收集一下 廣告回來我們要來看的就是 韓國瑜這位總統候選人 怎麼他最近的行程 感覺變少又變晚了 好 昨天韓國瑜唯一的公開行程 只有下午啦 到嘉義去煮飯開直播 那他今天也要一直到下午5點半喔 大家觀眾朋友可能都下班了 才有公開的行程 好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來下段節目回來 我們一起來看